天天在穷游 今天是周末 然后我们恰巧来到了全州的台山投资区 来探索一座寺庙 大家都知道寺庙是建在一山傍水的地方 然后四处都是黄山 但是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个地方呢 四处都是黄石头 它是一个石头山 而且这座寺庙还不收费 接下来我们就去探索一下这座寺庙 到底有什么历史人物 这座寺庙叫做法法寺 说的不是很标准 我们看到现在门口有三座大佛 精光畅畅的旁边还有两个神仙 我们看到有一个师傅在写字 您好 您是这边的住持是吗 您好 我想打扰你一下 我听这边的朋友说 这个寺庙是建在石头山之中 然后也想了解一下 这座寺庙有什么特殊的故事 或者是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这样子 有啊 这座是有千年的寺庙 就是以前几大人来这边苏家嘛 他们都已经往生了 然后这十几年就是有一位夫妻老人来那个经营 然后他不懂的佛法嘛 都是门关着 所以都没有把那个菩萨的圣地弘扬起来 发扬光大 对 然后就是一直荒庙的这十几年 然后我就是刚前年过来 刚过来看到菩萨的金尊老花 我心里很心疼嘛 就是 然后花香花艳花心过来这边 把菩萨的圣地重新再重建 重修 那我们去里面看一下呗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这个 这个寺庙的内故事吗 是 然后这边我看到这边有三座佛像 那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吗 这三座是三宝佛 然后中间这座是关系英菩萨 然后这座小座是威陀菩萨 然后这一座是克兰菩萨 菩萨的金尊就都 都旧化了 还有 还有这边 那三位老夫是有几百年的 以前他们说成佛了 就是给他装成佛像 然后一直给他 鱼存宝存起来 还有这一座地藏佛像也是 也是花一半年了 你的也是很老旧了 你的旧化了 我看到这个庙里面好像这个是一口井是吗 是啊 这个是也有一百多年的井 这个井就是有点神奇 它的咸水就多少人过来 就是它的那个晾水既然多少出来 就是多的也没又少的也不会 就是让这些乡客告辞 这边以前是很小 然后他们五十多年的时候 又给他建了这个小小的 让人家宏酱嘛 还有这个这里面的那个三位菇 也是有利息有三百多年 还有无论吗 什么呢 还有人家宏酱 603 605 603 604 605 706 605 605 606 606 607 606